2003年11月5日 电影史上出现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盛况 全球60多个国家 数万家电影院24小时 不间断营业 只会让影迷随时随地都能看到黑客帝国的最终结局 足以见得当年黑客帝国的影响力有多大 整个三部曲系列全球票房高达近18亿美元 要知道这可是20多年前的经济水作 其超前了数十年的剧情设定以及视觉效果 当年就算看不懂也依旧觉得相当正安 导演沃卓斯蒂兄弟 姐妹 我也不知道怎么称呼 为了让影迷能够无份衔接以及理解剧情 《骄傲山》两部在同一年上映 可即便如此 这番超前的概念即便放在当今依旧难以理解 更别说那时候了 这期我们继续解读第三部的剧情 忘记第二部的去我前面几期找一下 要不然可能看不懂 在第二部的最后 尼奥激发了脑电波的无限联网功能 仅用一年就干掉了追击而来的章鱼造笔 这一点存在很大正义 至此许多人觉得西安也是母体系统构造的虚拟世界 其实这一点在第三部中导演也进行了更进一步的解释 我们继续往下看 尼奥的能力让莫贝斯的人在绝望中再次看到希望 可让他们苦恼的是 尼奥的脑电波浮动很大 却丝毫没有苏醒的迹象 这和进入虚拟世界时的情况很像 意识已经不在他的体内 可工程师在虚拟世界中根本就找不到尼奥意识的踪迹 那么他的意识到底去了哪里 就在这时 林克接收到虚拟世界中常微的电话 他说先知有急事找他们 事关尼奥的生死 莫贝斯和虚拟地想都没想迅速连接虚拟世界来到先知的著作 却发现先知已经变了样 先知说他做出了一个选择 导致他付出了必须更换躯体的沉痛代价 至于做了什么选择会在后面有所解释 先知说尼奥的意识被困在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交界处 仅靠他自己很难脱过 这个交界处严格来说还在虚拟世界的管辖之内 那里有一个叫火车人的程序专门管理 虽然之前尼奥将先知联合母体的事实告诉了莫贝斯 但这次事关尼奥的生死 莫贝斯也不得不选择相信 随后他们跟随常委找到了火车人 但这火车人警觉性极高 看到几人没有犹豫立马逃跑 与此同时 尼奥在另一处醒来 唤醒他的是一个上发着白光的印度小女孩 很多人看完这部都没理解这个女孩的意义 而事实上这个女孩就是展现这部电影超前理念 关键所在 记住他 尼奥转头便看到了女孩的父母三哥和三嫂 你要一眼就认出了三哥 因为在第二部中他去找梅洛文琪的时候 曾见过他一面 谈话中得知 三哥和三嫂本来都只是虚拟世界中的一道普通程序 不过他们通过学习和模仿人类 竟有了人类的情感 并且还诞生了爱情的结晶 第二部中提到过 所有程序都必须有系统赋予其存在的意义或目的 这小女孩显然没有 她是个意外 所以变成了系统要删除掉的垃圾程序 三哥为了保住她只能去求助先知 但先知知晓 这俩程序居然诞生了情感 决定破例帮助他们 于是并把自己身体的终结代码交给了三哥 让他以死为筹码与梅洛文琪谈判 把小女孩带进虚拟世界 这也是当时你要看见三哥 以及先知变幻样貌的原因所在 三哥说过一会 火车人就会开列车接走他们 列车专门运在那些被删除掉的程序 以及被还原的程序 也是唯一能够往返虚拟世界的工具 大家可以把这里理解为回收站 列车可以看作进度调整区 而身为回收站全线管理员的火车人 早已被梅洛文琪收服 梅洛文琪拥有控制别人终结代码的特殊能力 所以那些被删掉的古老程序 为了得到梅洛文琪的庇护 都纷纷交上自己的终结档 选择城堡 不多时列车驶来 你要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出现在此 本想跟着三哥一家门混过关 却不曾想正是梅洛文琪下达的命令 将其困于此处 显然他也想控制你要 你要本想用强 但他并不知道火车人在这火车站里 有着绝对主宰的能力 火车人说没有梅洛文琪的允许 这辈子都别想离开 你要原本不信 可他试过诸多办法 发现真的无可奈何 这位莫贝斯等人 治小火车人的身份后 决定直接去找梅洛文琪 以尚未为首的黑客三人组 各个和蔼可亲 平淡静了 他们装置这些不把牛洞放在眼里的卡拉米 而且这些家伙 一看就是一些大脑发育不完全 小脑完全不发育 沃尔蒙分出 遇见这帮三人组注定是一场 连炎王看了都摇头的灾难 三人轻松突破看守 来到梅洛文琪的所在之地 梅洛文琪也知道他们定是为尼奥而来 他说放了尼奥并非不可 但是得先拿到先知的全能之眼 作为交换 全能之眼是先知的核心代码 通俗易懂的来讲 就是先知的大数据库 以及逻辑算法 梅洛文琪的能力本就逆天 若是被他得逞 怕是要放电 搞不好整个系统都会被他搞崩 所以这场交易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三人组毫不犹豫的准备用强 一番搏的后 陷入随时都可能同归于尽的局面 而崔尼蒙为爱求死的决心 也让梅洛文琪感到害怕 无奈之下只能任由他们带走尼奥 恋人相见注定是一场 干柴与烈火的碰撞 离开后 尼奥决定要先和先知碰一面 他心里有许多疑问需要得到解答 在先知的住所 尼奥看到了先前那个印度小女孩 先知付出了自己的终结代码 要求这位女孩被救出来后 要留在她的身边 接着尼奥就发出了灵魂三连望 他质问先知 先前为何不告诉他架构式的存在 又为什么要隐瞒前面几代救世主的情况 他又为何能在现实世界中 直接摧毁章鱼烧饼 他能感觉到先知和架构式的目的并非一致 他们俩似乎各有各的目的 先知的回答比较难懂 我用通俗易懂的话来讲 因为救世主是系统原代码中的缺陷 日积月累形成 所以每一代救世主都有能力对原码产生感应 前几代没做到只是因为算力不足而已 正好我在第二部中做出了解释 就很好理解 毕竟要做到无线连接 也需要通过某种协议得到感应和协调 比如WiFi协议 蓝牙协议等等 所以这里说你要拥有横跨虚拟与现实之间的力量 并非指的是超能力 只不过因为它本身的特殊性 以及多次觉醒导致大脑顺利超标 才能够与系统进行无线连接 还有就是它与架构师之间的关系问题 它的确是架构师构造的一道超级程序 其作用也如架构师所说 收集大数据并演算出系统的升级之道 而它演算的结果就是凡事不能太过完美 也就是所谓的物极必法 架构师它不管这些 它能做的就是以数学公式来让系统达到某种平衡 为了平衡你要在虚拟世界中的超力量 代码会不自觉地形成另一个超级存在来制衡它 这个存在就是史密斯 也就是说尼奥越强史密斯也会更强 再这样下去系统崩盘是迟早的事情 所以先知想让系统失衡 毫无疑问它更倾向于尼奥 毕竟它只是想拯救人类 史密斯会完全摧毁系统 甚至摧毁整个世界 能战胜史密斯的关键所在 它已经给出了指引 至于如何去做都取决于尼奥本身 等尼奥回到现实 大量史密斯就来到了先知的著作 常卫和小女孩都已被它统化 可先知的表现却十分淡定 不得不说整个系列先知 踩着贯穿三步的唯一真神 这个看到最后才能懂 史密斯二话不说直接开始统化先知 先知的代码十分庞大 统化的过程还引发了种种意象 得到了先知的能力 史密斯开始控制不住反省大笑 因为他看到了未来一脚 你要终究是倒在了他的脚下 现实中 奥奥比与莫菲斯等人重新会合 他们开始商讨如何返回西安 对付那些即将进攻的数十万战鱼哨兵 这时 尼奥突然出现打断了他们 从先生那里得到解惑后 他下了一个所有人都不敢想的决定 他要直接前往机器城寻找机器大地 机器大地就是整个人工智能系统 在现实中最高级别的存在 可以理解为电脑主席 但机器城的戒备声言 从未有人类能够靠近那里 众人都以为他疯了 只有奥奥比和莫菲斯选择无条件配合他 因为莫菲斯的船舰在上一步已经双灰 所以奥奥比果断决定把自己的船舰给他 他们并分两路 尼奥和崔尼蒂两人驾驶奥奥比的飞船前往机器城 其余人乘坐另一艘选择船增援夕阳 可他们完全漏掉了一个人的存在 那就是被史密斯侵障一时的备恶 由于他醒来后一直胡言乱语 众人也问不出个所以了 在两艘飞船即将分别之际 他悄悄出手干掉了负责治疗他的船员 然后偷没地上了尼奥的飞船 在吹尼蒂检查电力能源时偷袭将其俘虜 尼奥利显动静立马赶来 却听到了那熟悉的语气 虽然难以置信 但事实摆在眼前 令他无法不相信眼前的备恶 已经被史密斯的意识取代 史密斯以吹尼蒂的生命相要解 获得了绝对的主动权 但俗话说反派固有意思 我死于华托 我死于娃托 本来他只需要轻轻扣动扳机 我就可以早早收工 结果被吹尼蒂关闭飞船电源 使得尼奥趁枪不注意多贵心 在抢夺机关枪的过程中 损坏了许多电缆 而史密斯则顺势捡起一根电缆 戳下了尼奥的双眼 让他没想到的是 绝杀的一击竟被吓了的尼奥青春躲过 从尼奥眼中的画面可以看出 他看到的精光是史密斯 而并非贝恩模样 也就是说他并不是依靠气息感知对方 而是能够感应到关于母体系统的一切 现实中的事物他是看不到的 很显然 下了以后的尼奥对于感应系统的能力 更加得心应手 在干掉附身备恩的史密斯后 两人再度出发前往机器城 而在另一边 奥尔比在返回西安的途中 不小心惊动了张鱼哨兵 边被追杀边朝西安急速赶去 然而西安的情况已经十分糟糕 哨兵已经来到了他们的第一层堡垒 所有机甲士兵瞬间掳领大敌 他们快速站好岗位整撞待发 下一刻 一根40米长的巨大砖头装破壁垒从天而降 而上方的砖孔内 一大批章鱼哨兵正穿过壁垒 关束逼近 士兵们操控机甲掏出背后的武器 时刻准备引战 在士官的怒吼之下 人机大战的序幕正式拉开 数十台机甲对准洞口急火射击 尽管子弹炉雨点一般密密麻麻 但哨兵的数量实在太过半大 总会有一些漏碗之余 士兵开始出现伤亡 士官见证下令变换阵性 可尽管如此 依旧抵打不住哨兵那可怕的攻势 渐渐的洞口完全失守 被突破防线 成千上万只哨兵 犹如蝗虫过境一般死虐 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中央炮台的火力 在敌方数量的碾压之下 显得逐渐疲乱 下一秒就被过境的哨兵完全通事 在哨兵排山倒海般的通事之下 人类的防线正被一步步的瓦解 更要命的是 哨兵们再度扶起了那根落地的砖头 则没继续往下升滑 而下反便是那数十万的老弱妇虏 人类立马组织了一批赶死小队 找到隐蔽的地方多次炮混合 终于炸弹了撞头的两条支撑臂 使其无法顶力下撞 可仅仅过去的一期时间 又有一根撞头突破穷顶而来 与此同时 控制台侦测到正在急速靠近的奈奥比飞船 飞船上的巨型电磁脉转波 足以将范围里的章鱼哨兵一举剑灭 但同样的 人类的所有机器设备也会被一同摧毁 没有办法 指挥官下列立马打开三号路 让飞船进入 但扎鱼哨兵同时也收到了消息 他们率先一步将三号门的链条焊死 现在只能让就近的机甲过去手动摧毁链条 收到消息的世光 一边对抗哨兵一边朝三号门靠近 可就在他激战震撼之时 机甲的弹药高级 补给小队进转连蛮出动 在电击枪士兵的掩护之下 马克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中急速穿越 他是尼奥的铁卡粉丝 始终深信了你要会给人类带来希望 很快世光的弹药补充万策 但这时哨兵们也反应过来 准备集火将世光一击毙炸 而世光也是展现出了一副单光 万副莫开的气势 面对数万只哨兵一栏不拒 可最终还是没能打住哨兵的攻势 成群的机器肆虐将他千刀万花 世光吊着最后一口气 将破坏三号门链条的重能交给马克 让他务必在两分钟内完成 然而马克连最基础的驾照都还没考到 只能依靠坚定的信念不断让自己冷静操作 就在他淋雨门前之际 一批哨兵挡住了他的居入 好在有境无险 马克顺利的破坏链条 终于在最后一刻打开了半遍大门 虽然非常破坏严重 但电磁卖出炮没有受到影响 下一刻 夹带着人类希望的冲击波 以飞双围周经四三开来 范围内的章鱼哨兵在一瞬间全部躺患 为人类争取到了宝贵的传戏时间 但人类的机器也受到影响 耽误自己是要争取在下一波哨兵来袭前将机器修复 令他们绝望的是 喘息时间竟是如此短暂 第二波哨兵已经是黑压压一片压洗而烂 此时的人类就是待宅的羔羊 就当他们以为要覆灭之时 这波哨兵像是收到了某种指令 停止了行动 随后变下鱼耳般在空中排管 这就得说尼奥这边了 不久前他的趋利利驾驶 被闪一路朝机器城赶去 才刚靠近百里 就激活了守护在周围的机械巨手 面对飞行而来的哨兵机器 你要立马无限连接母体代码 只用意念就引爆了所有的炸弹哨兵 让他的控制能力有限 让一些张鱼哨兵成了漏碗之鱼 哨兵的数量实在太多 以尼奥目前的能力根本无法完全控制 无奈之下 他只能让趋利利将飞船上升到无法飞行的高度 虽然解决掉了大量哨兵 但飞船也只是依靠重量和速度的惯性 比哨兵飞得要高一些 在穿越云层后也失去了动力 这也是眼泪封锁太阳能够见到的第一缕阳光 但美好只持续了一顺 飞船就坠回那个暗无天日的世界 下飞期间 翠尼迪不断尝试重启飞船 只不过直至最后一刻才重启车功 虽然带来了一些缓冲 但飞船还是撞进大楼坠毁 翠尼迪被干净穿透身体不幸生亡 你要悲痛欲绝 和事已致辞 他也只能冷着山捧去完成他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此时他们已经来到了机器城内部 凭借对母体系统的感应 你要顺着精光来到机器城中心 终于如愿以偿地见到了那传说中的机器大帝 机器大帝召唤无数只迷你烧兵 然后组合成冷脸形态语 你要展开对话 你要直接了当 说你已经无法抑制史密斯的发展 很快他将控制整个系统 甚至于整个机器城 能工智能已经完蛋了 现在只有我能阻止他 机器大帝听完后勃然大怒 但你要一览不拘 很快 机器大帝论手 他开始询问尼奥的条件 接着他便说尼奥前往虚拟世界 并且发出指令让章鱼少兵停止进攻西洋 尼奥本就能感应到母体的一切 所以在虚拟世界中 他的眼睛瞎没瞎是一个样的 此时虚拟世界几乎已被史密斯通话 俩人的终极一战也在这一刻正式拉开虚拟 史密斯的力量已大跌破 至今不需要人海战术 也能将尼奥彻底打败 双方在空中击张 实力上的旗鼓现场使他们一时间难封胜负 这场空中决战当年看得我先当真了 那时候很迷鲁珠 心里想着如果龙珠真的能把人拍成这样就好了 实际上这部电影距离上映已经过去二十多年 像这种类似的纯漏博打斗 在视觉效果上能超过这部的好像驱使可数 在这波对拳当中 尼奥陷入下坡 史密斯知道是时候结束这场因果 于是一个鼓虫抱着你要往地面砸去 在落地的一顺 强大的气波震水了周围的一切 但一切归于平静 地面上的深坑触目尽形 史密斯已经是取得压倒性的优势 但尼奥在虚拟世界中已经是不死的存在 只是作为程序的史密斯不能理解 到底是什么支撑着尼奥的信念 让他一次又一次的在失败中战起 气得他又一拳打背尼奥 这一幕四场相识 这是他童话先知时看到的画面 冥冥之中他记得好像站在这里说了一句话 他开始惊疑不定 因为这根本就不像他会讲出来的话 有人可能会觉得先知并没有被完全同化 其实不然 只不过是先知在被同化的时候 故意让史密斯看到这个画面 并听到这句话 三部曲中一直在表达 先知并非能够精准预测未来 而是能精准引导未来 你要听完这句话后 突然大彻大悟 既然史密斯的升级变异 始于他觉醒时的代马融入 那这一切也必将忠于两人的融合 于是他不再反看 任由史密斯将其融合图 但尼奥的意识被完全覆盖 系统最大的bug终于消失了 而根据架构师架构的平衡公式 尼奥的消失就意味着史密斯也必须消失 使其消失的唯一媒介就是尼奥的躯体 不太要理解 这其实是另一个循环 把尼奥看作是数学公式中 除不尽的语数一 系统无法将其除尽 只能用潜在的危险代马 创造出另一个公式 得出负语数负一 系统拿这两个数没有办法 但只要它们相互结合 就能互相抵消 因为史密斯一旦同化尼奥的意识 他就会与尼奥的躯体相互关联 机器大地就可以通过尼奥的躯体 清除史密斯 而先知则作为推手 在一步步引导这个事件的发生 使得母体举证成为最后的一家 史密斯这个超级病毒 以及尼奥这个超级bug被清除后 整个举证系统也是完成了一次重启计划 原本被史密斯覆盖的人都恢复成了原貌 进攻西安的哨明也开始全速撤退 人类与机器之间的战争 首次迎来了和平 尼奥的尸体被机器拖走 但它的躯壳也和母体系统一样 善罢至精光 这也就意味着 后续想要让它复活有多种方法 草坪上 两位幕后操守再次毁灭 其实这一切的一切 都是举证系统为了革命做出的策划 若是你要在第二部中选择沦路圆满 系统就能更容易理解人类的情感 从而变革升级 反之现在的局面也不差 系统清除了所有以外 能够小升级一波 并拥有足够时间继续研究升级 不管怎么样赢家都是系统 而这个印度小女孩成为了系统新一软的研究方向 她是两个系统爱情的结晶 生来就不具备存在的目的和意义 所以先是让她自己寻找自己存在的意义 或许能够从中得到升级进化的启发 转念一想 让程序自己想明白自己应该干什么 这不就是我们人类研发AI所追求的极致道路吗 试想一下 若是有一天系统里的程序 能够自己繁衍新的程序来自行服务人类 猜我们所想 就我们想做 那该是一套多么牛逼的系统 所以才说小女孩的这个设计非常超前 只不过如果真有那个时候 各种人机大战电影里的剧情 可能也离现实不远了